各位观众大家好,又是明报530新闻时间,今天是1月18日星期四,欢迎收看。 他们在周三早上10点左右接报,赶至贝斯大学Thunderbird Boulevard街6000号街区的停车场,出动10架消防车和重型技术救援队。 贝斯大学王家骑警今天指出,车内当时有一人明显受了重伤,但涉案车辆上有一大块来自停车场护兰的运营土,遥遥欲罪地悬挂在涉事车辆上方。 因此整体的车祸结构为现场带来风险,无法立即将受困者在车辆中救出。 最终救援人员先将破损的墙壁和车辆固定好,然后才进入车内将司机移出。 不过,骑警发言人克拉克说,不幸的是该名男子身受致命伤,当场证实死亡,但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 警方仍在调查事件,暂未清楚车辆坠楼的原因。 尽管昨天整个低陆平原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但VFRS发言人特努多昨天表示,救援人员认为天气不是造成这种事故的原因。 因为停车场的三楼是封闭的,所以不应该有积雪。 VFRS大学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事发后Thunderbird Park的停车场已经关闭, 暂时未知何时可以重新开放。 将车辆停坐在该停车场的司机,目前无法使用他们的车辆。 司机需要做出回家的其他安排。 最近有没有发觉在嘈杂环境,较难听到别人说话, 或者经常要别人重复,甚至有耳鸣的情况? 如果有,快找永明听力的专家,邝永明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听器厌配,和舒缓耳鸣经验。 创新隐形AI智能助听器,有超强减杂音功能, 在嘈杂环境都可以清晰听到别人说话。 验证推出双重大优惠,立即致电预约听力测试吧! 农历新年想买优质养生产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啦! 它们不止有优惠,花旗森仲是百分百安省种植, 还有滋补让颜的燕窩检系列, 和丰富胶原蛋白的海参。 多款产品都有正美礼盒装选购, 还有更多产品可以到列治民时代广场门店选购。 港利行连续十二年成为加拿大安省花旗森指定经销商, 现在更有网上服务,在网站订购, 就送货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国。 产生健康,受损港利行。 据加拿大环境及气候转变部初步数据, 温哥华机场、阿博斯福和维多利亚机场, 昨天打破了有纪录以来1月17日的单日降雪记录。 温哥华机场昨天降雪27.2厘米, 打破了1982年创落13.5厘米记录。 阿博斯福就累积29.2厘米降雪, 打破了1970年仅有7.4厘米记录。 维多利亚机场降雪10.8厘米, 是1994年创落5.1厘米记录的两倍有多。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转变部气象学家卡斯特兰表示, 同一天的降雪记录相对容易打破, 因为通常气候温和的碑斯南海岸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雪。 例如昨天温哥华的总降雪量, 已经是历史上降雪量第10多的一天。 而1996年的暴风雪仍然是碑斯省历史上最大的雪。 当时温哥华机场降雪超过40厘米, 维多利亚超过60厘米。 不过即使没有打破有史以来的暴风雪记录, 但是在整个低陆平原中, 降雪量仍然远超过最初的预测20厘米。 当中置利域的降雪量最高达39厘米, 其次是塑利的Cloverdale地区达32厘米, 高贵临港达31厘米。 气象学家傅斯就提醒, 预计今天下午会再有一个太平洋低压系统, 在大湾及飞沙河谷地区引费一场短暂的冰雨。 从南里一直延伸到整个飞沙河谷, 到至利域,天气都可能会变得很恶劣。 建议民众避免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出门。 Vancouver First Realty 街壁地产The Winning Team 是大湾地区一支得到客户信赖的出息团队。 因为有超过30年地产丰富经验的Winnie Lam 林太, 忠诚服务客户的Terence, 一切以客为本的Jessica, 诚恳对待客户的Daniel, 还有我与时并进力求创新的Edgerson, 我们为你提供专业地产服务。 当你觉得听力越来越差, 和人沟通有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一对配得好的助听器 可以帮助你从事与人沟通的乐趣? 来Lansan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经验丰富的李智莲博士聊聊。 它不单只提供全面专业听力服务, 更可以为你配合一对合适的助听器。 现在的助听器优惠高达7折, 还有机会拿一个高清电视盒。 优惠期有限, 快点打个电话给卓能听力中心预约。 阿博师傅今早发生一宗铲雪车撞上行人的车祸, 一名男子宋苑后相重不治。 阿博师傅事警表示, 该车祸在早上6点15分左右, 与North Parallel Road及Volk's Road发生。 发言人Art Steele指, 当时受害人的车辆正在1号公路上行驶, 然后车辆失控駛入水溝。 一名男子落车后, 走上North Parallel Road西行方向的马路, 不幸地被一辆带有雪橙的开斗小火车撞到。 而这辆铲雪车是属于一间私人经营的铲雪承包商。 当警察抵达现场时, 他们发现这名男子严重受伤, 情况危态。 救援人员在现场为那名男子急救, 再将她送院, 但最终相重不治。 警察表示, 涉事车辆的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 警方认为事故内不涉及追走駕駛, 但相信恶劣天气和雪可能就是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 由于警方仍需要在现场继续调查, 在Watcom Road和Kilgert Road之间的一段North Parallel Road, 在星期四上午起封闭, 暂未有重开的时间。 哈哈,又有钱收了! 今次在加拿大道明银行TD Bank拿1590万元出来, 给那些被不当地扣取费用而提出集体诉讼的用户。 这次集体诉讼是因为用户使用自动转帐付费交易失败后, 仍被扣取户口存款不足 non-sufficient fund 的费用所引起。 TD 经过长时间谈判和调解员的协助下, 在去年8月达成意义和解。 而聆讯将在今年2月13日进行, 佳时法院将决定是否批准意义和解。 根据和解的条款, TD 将支付总额1590万元, 但不代表承认责任。 如果和解获得批准, TD 将会直接向符合条件者的银行账户传入资金, 无需提交任何额外的文件, 以后或完成额外的步骤。 如果嫌浅少不肯接受这个赔偿, 便必须选择退出集体诉讼。 当时人必须在1月26日前, 填写并提交退出表格给集体诉讼代理。 虽然除了道明银行之外, 其余还有4间银行都出现类似不当地扣取费用的情况, 但客户想提出集体诉讼, 就未能获得法庭批准。 请订阅明铃Daili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欢影片的, 就记得给个like和share影片。 很多在旅行其中, 被人发现他们行李里藏着毒品的人, 都说他们对毒品不知情, 但真神或假鬼, 除了他们才知道之外, 就是让法庭去判处。 姓名逆音, 王蕭英的60岁华人女子, 她上世纪90年代已经在温哥华居住, 去年她去完南非, 回到满地河到路多机场, 就被人发现她行李箱里有5公斤的海洛英, 市值是200万, 她不认罪。 她说她不知行李为何有毒品, 但法庭判处了她12年监禁。 她跟法庭说, 她自己退休后, 是想帮那些华人去南非旅行, 实现她的梦想。 所以, 她自己先去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走了一转。 而20年前, 她也曾经在旅游行业里做过事。 到了南非, 她的行李箱就烂了, 但她不知去哪里可以找回一个新的, 于是, 她就要求酒店提供一个新的行李箱给她。 她说, 酒店给了一个很好看的行李箱给她。 而行李箱里面, 就有个包包和夹层, 不过她就没有注意到, 直至抵达满地海的机场的时候, 才被人发现行李箱里面原来藏有毒品。 当被问到她, 去到南非的机票是怎样得来的? 她说, 她问朋友借钱买的。 问她朋友是做什么职业的? 她又答不出。 法官问, 那你去到南非, 你去过什么地方? 她说, 她又没有真正去观光过。 因为旅行初期, 她就病了。 而且, 有些地方, 因为她年纪大, 记不起是去过哪里。 她的解释, 能不能够令你相信,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 就没有办法说服陪审团。 案件审完不到三个小时, 她就被判有罪。 被定罪后, 王蕭英昨天再次出庭, 接受两刑宣判。 控方和辩方都向法官建议, 判处12年监禁。 法官说, 刑期合理。 今日1月18日, 是联邦政府为加拿大应急商业户口 CEBA设定的还款死线。 今日一不过还清, 可以还少2万。 今日还不到, 但贷款获得重新融资, 还少2万的有效期, 就可以去到3月28日。 既还不到, 又没有办法重新融资, 明天开始就要积5%利息, 并且要在2026年12月31日前, 全额上还。 有借有还, 天惊地义。 疫情期间, 联邦政府发放了490亿元的CEBA, 现在已有一半人还了钱, 即是还有245亿佳数未收。 不过, 很多团体和借款人都说, 现在生意难做, 可否再通融下? 根据加拿大餐馆协会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国有超过4000间餐馆, 因CEBA的还款期限即将来到, 而面临关闭的风险。 不过还好的是, 华人餐馆业相对比较乐观。 安省华商餐馆协会会长陈永义说, 大部分华人餐馆都已经在截止日期前想办法还清贷款, 因为不想失去2万元的免还额。 他说, 疫情已过去两年多, 能够撑得住的, 现在都生存到来, 但做不住的都已经关门或转手。 他说, 现在华人餐馆业已恢复常态, 客流量基本上已恢复, 至于经营状况, 每间餐馆的情况不同。 有些餐馆根据疫情之后的市场变化, 调整经营策略, 生意越做越好, 但亦有些餐馆艰难维持着。 总体来说, 能够撑到现在的华人餐馆, 不会因为这个政府贷款而宣布倒闭。 如果真的这样, 华人餐馆都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而在多仁多市中心开便利店的侯彩因, 就没有那么好彩。 他说, 疫情之后, 受到居家工作的趋势影响, 便利店流失了大量客户, 營业额大跌。 然而禍不单行, 便利店更六次被人爆洩。 他曾向银行提出, 对CEBA的贷款重新融资申请, 但被拒绝, 如果要动用自己的信用额, 利率就要15%, 他最后没办法不向家人和朋友求助, 最终在上周上还了所有贷款。 打份工, 16年没人工加, 虽然年薪是过10万, 但你也不是说不惨, 不过每隔四年, 又会有人搶崩头地搶着去做。 这份工, 叫做省议员, 基本工一年116,550元。 担任省议会助理, 年薪多些是133,217元。 做到厅长的, 加到165,851元。 做到省长, 便有208,974元。 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 日前就已经证实了, 今年省议员的人工, 不会有变化。 所以有人担心, 再下去, 安省政坛能不能吸引到, 最优秀和最有才智的人才呢? 安省省议员上一次获得加薪, 是2008年。 当时,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在2009年爆发。 那时做省长的麦坚迪, 就实施了动身政策。 否则, 根据通胀, 现在省议员的基本年薪, 应该是163,000元。 他说, 安省进步保守党, 在2018年, 赢得省选之后, 曾经考虑过家人工给省议员, 但因为觉得, 在那个时候加薪, 公众不会接受, 于是就作罢。 2022年成功联任之后, 又静悄悄地再次研究加薪的议题, 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安省进步保守党内的一个知情者, 就埋怨说, 对省长杜格福特来说, 当然是没问题了, 因为他家里有钱嘛。 安省省长的年薪, 在20万零八千九百七十四元。 有时, 又很难怪那些省议员不信, 所谓人比人就比死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 在联邦和城镇层面的政客, 每年他们都会有人工加。 多人多市长周智慧的年薪是216,116元, 多过省长福特。 去年的年薪是128,346元, 又多过省议员。 因为他们的薪金是跟通胀挂勾的, 所以多过省议员。 至于国会议员更加不用说, 去年的基本年薪是194,600元, 并且会在今年4月又加薪。 省议员薪是三级议会最低级的, 所以有个议员说, 将来做议员的, 一是很有钱的有钱人, 一是全年时间只值116,550元的人。 黎智英案续審, 前苹果社长张建雄助公, 指黎智英于2020年5月, 急于成立《苹果日报》英文版, 稱外国读者的订阅对苹果大有帮助, 又期望英文版走向美国, 希望美国读者成为《苹果日报》 和美国政治的杠杆。 黎智英认为当时镇合时机, 因为如果外国的读者 透过订阅《苹果日报》 来支持, 对苹果日报都是很大帮助, 这个英文版希望是走向美国。 又提及黎智英澄清, 希望美国读者成为《苹果日报》 和美国政治的杠杆。 黎智英当时为挑选英文版写手 给予指示, 包括写手政治立场要偏黄, 不要亲中, 也指示要在《苹果》中文版内, 挑选涉及抗争、 逆权、制裁等题材的文章 翻译成英文。 不过, 他指黎智英 不会向下属言明 请你选这篇。 多有时任执行总编辑, 负责《苹果》英文版的冯伟刚, 根据黎智英的框架挑选文章。 控方也关注黎智英曾经主持的节目, 张劍雄表示, 黎生希望国安法发生后, 访问有知名道学者、政治人物。 官员因为他们是有影响力人士, 希望造成舆论, 并会提及国安法对香港法治、 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 张劍雄称, 没有参与节目制作, 嘉宾都是由黎智英和他的助手Mark Simon负责要约。 控方的提问也涉及反修例示威前, 提及《苹果日报》2019年3月, 以头条报道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 同时任美副总统彭斯会面, 又展示张劍雄和黎智英之间的WhatsApp对话记录, 提及陈太和彭斯会面。 张劍雄指, 当时黎生说是重大新闻, 吩咐我将这个新闻做到最大的效果, 并指黎智英发信息说, 这是美国驻港领事郭明翰的提议。 警方拘捕4名基督教政生会男董事, 涉嫌串谋诈骗5,000万, 并痛辞3名以离港董事, 包括政生书院校长。 警方表示, 政生书院在2020年声称财困并发起筹款, 为警方发现筹款款并非用于教育用途, 政生会帐户有超过5,000万被汇至海外。 据了解, 警方通緝的3名已离港政生会董事, 包括63岁政生书院校长陈兆卓, 69岁政生书院前校監林希胜, 和62岁政生会董事陈友志。 被捕4名董事分别是, 34岁的郑天乐, 50岁的刘振华, 69岁的汤德宋, 和77岁的李永雄。 被通緝的政生书院创办人林希胜, 目前身在美国, 清在开荒, 希望值美国政生服侍受困青少年, 被问到捐款有否用于政生书院教育用途。 他清律师指, 不可以回应, 但清, 人生自古谁无结, 留取担心赵汉清, 尚主自有判断。 警方指, 在2023年召获举报, 发现政生会的帖目混乱, 怀疑有人中饱私囊。 其中, 政生会在2020年筹得共4500万元, 但书院所获撥款, 占整体不足一成。 政生会户口在2022至2023年期间, 曾经13次汇款, 将大量资金汇出境外, 涉款5000万元。 涉案董事在案发后逆意来说, 亦有人涉予, 募捐活动约半年前开始整理个人资产, 完成筹款后, 一方面暗中将政生会资金转走, 一方面同时出售物业移居外地。